这一篇作文是有关于运动跟健康的 我们先看看它的结构有哪些地方是需要修改的 Such sports like fishing, camping and other outdoor activities They all can bring us happy life 第一个很明显的错误就是Such like 英文并没有Such like的写法 唯一能接的就是Such us 这种写法算是比较不容易的 主词就是在Supports 动词要移到后面去了 所以我们不能用like Such一定要配什么? 所以能写的就是Such, sports, us, fishing 好,一直写 那么这个Sport因为是动词主词 所以后面紧接的就要接出动词 但是问题是你这个Sport是运动是主词了 可是这里で又是主词,这又是动词 那这样子你这个主词怎么办 掉单了 所以这个是结构上产生错误的 这里主词后面马上就要接动词 因此で又这个是多余的 这是错的 好,我们这样一分析 同学就应该知道了 这种写法Such us的写法中间 这个是主词哦 后面马上就要接动词 可以带给我们一个快乐的生活 好,这样子才是比较合理的 Can bring us a happy H-A-P-P-Y 也可以用a pleasant 愉悦的S-A-N-T Life 好,再看第二个 更好的是 They also can let us have good health 这个they就是指这运动 也可以让我们有好的健康 当然这个表达方式是可以通 意识上可以通 可是并没有那么好 我们等一下再做一个修改 Let us have 好,再往下看 最后他可能要进结论了 或者是第二段的衔接 Deal for 因此 keeping good hours keeping good hours 或者是early hours 早睡早起 It's just like 就像jogging in the morning 就像清晨慢跑一样 It Can improve our mind and body health mind and body health 这个也是写法错了 等一下再修正一下 这个错误 跟前面那个错误 是一模一样的 可见这个同学在 主持动词这个地方呢 没有抓得很清楚 好可惜 这里的keeping good hours 就像什么一样 这就是一个句子了 那你后面又一个句子 没有连接词 所以这个很麻烦 这是第一个 没有连接词没关系 我们可以用分号 这个地方可以用分号 所以我们有一个概念 前面这个句子 写了 okkeeping 动词就像什么一样 好 可以用分号 它 it就是指前面的 早睡早起 也可以 can also 改进 改善 我们的身心健康 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 老师 看了一下 发现 这个内容 好像 连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前面讲的 都是讲运动的 可是后面 因此 因此就表示 后面有结果的一个情况 然后你的主 这个主题 又跑到 早睡早起 早睡早起是习惯 它并不是运动 所以内容上 真的 衔接不起来 而且很难改变 唯一的办法就是 把 这个 好的生活习惯 跟运动 这两个 都有意健康 这样子 你衔接 才比较说得通 那么老师提一个建议 有一个写法是这样子 A就像B一样 可以考虑用这个模式 英文有一个写法 是这样子 后面就是好的生活习惯 Good living habit The same is true with good living habit 是什么意思 同样的事情 对于 好的生活习惯来讲 也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运动带来好处 那同样的 好的生活习惯 也带来好处 带来好的健康 那这样子就可以接过来 有益我们的身心健康 这样才能够衔接 哦 这个 很难 很难修改 不 我们来看一看好了 好 这个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最后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 是在后面 身心的健康 英文讲身心的健康 可以用 第一个是 mental and physical physical health 这种语法是 形容词配名词 形容词配名词 如果你要转片语的写法 就要用这样子 the health of mind and body 这就是转片语 因为of后面要加名词 所以要用mind and body health前面要接形容词 所以只能用mental and physical 这个观念很重要哦 如果同学写到的是这样子 用healthy healthy是什么词 healthy是形容词 那形容词后面只能用副词 所以这个写法要留意 这个可以用healthy 用mentally and mental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这样子才是正确的 因为副词才能修饰形容词 好这是这个同学写出来的一个 在结构上比较不好的地方做一个调整 我们等一下再来想办法做一个内容上的修正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内容的修改 第一个前面应该可以添加一个转折语 要不然一开始就是such as 会很唐突 我们不妨用这样子 no doubt 无疑的 像这样子的活动 这样子的运动 such as sports as fishing camping 露营 以及其他的户外活动 activities 好加句写动词 can bring us 可以带给我们一个a pleasant ant 这个写法会比较好一点 a pleasant life 因为这只是户外活动 让我们的生活很愉悦很快乐 但是未必就会很happy 因为happy还包含到 内心家里的情感 那些这个亲情 所以用a pleasant life 会比较贴切这个内容 好后面他继续写了 更好的是 what's better 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写法 what's better 更好的是 他们也可以 they can 这样子老师提供一个看法 因为 let us have good health 这个写法真的不好 同学要写的意思 应该是 能够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 不妨用这个方式 they also enable enable是 动词 使什么能够的意思 they also enable 后面加我们enable enable enable 但是enable后面要加to 他的写法是enable 人 to 怎样 后面再来加have 或者是enjoy 享有 享受 拥有 好的 健康 这样就比较 可以 衔接起来 写法也都不错 好 这边 我们转到另外一个 我们就利用 老师刚刚提过的 同样的 好 the same is true 这个时候呢 就是把两个 不同的一个状况 衔接在一起 运动跟生活习惯 就结合在一起了 也是用 这个 the same is true with good living habit 好的 生活习惯 那讲到这样子 还不清楚 好的生活习惯 一样 也是会有相同的一个效果 因此 后面要举例 这个地方 我们要用举例的方式 这样写 可能会比较棒 好 for example 比如说 举这个例子 也可以用 for instance for example 还有一个是 for instance 就像什么一样 前面可以先写 因为我们的主词 在这边 早睡早起 动词 可以用在这里 如果我们这样子写 就会没有连接词 所以这样反而不好 我们把这个举例的移到前面去 把主词移过来 这样来衔接起来 这样会比较棒 好 just like jogging 就像清晨慢跑一样 好了 主词出现了 keeping early hour 我们用了一个 early hour 或者是 good hours 这都早睡早起 因为good用的比较多了 所以我们good就不要写 就敢用early keeping early hours can improve 可以增进 增进什么 我们的身心健康 这样子 可以用 our health of mind and body 当然你也可以用 our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也都可以 好 这个是 这一篇有关于 运动跟健康的关系 因为他又牵扯到 生活习惯 所以这一篇的 这个 作文呢 并没有那么好 老师就 尽量的做一个调整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这个地方要背起来 两个不同的事物 要衔接 联合 在一起的时候 不妨用这个 来带动 很好的一个写作模式 给同学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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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同学做参考